针对年初在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所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华人社区乔领王镇就联同众多社团于近日市举办向警销人员致敬的感恩参会。 蒙社市长Jose Sanchez、副市长黄太平、市议员饶颖帆、罗佩婷、吴绍荣、 蒙市警察局局长Scott Weiss、消防局局长Matthew Hallock等众多民选官员及警销部门代表均宁邀参加。 开幕活动由黄大仙行事团的祥师宪瑞武师表演拉开帷幕, 并由保安堂元老刘国次饰演财神向嘉宾赠送吉祥物的环节。 乔领王镇在致辞中表示,感谢盟市警销人员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迅速反应和拯救生命的专业精神。 他强调社区不是由悲剧组成,而是由那些为社区服务及保护的人所组成。 王镇还将表扬牌匾颁发给警局局长Scott Weiss和消防局局长Matthew Hallock, 感谢他们领导下的警销团队的出色贡献。 随后,两位局长在活动中先后发言,表示感谢盟市居民的信任, 他们认为只要警民合作,邻里守望相助,就可以有效防止犯罪发生。 盟市的五位市议员及市府经理也先后上台致辞,感谢警销人员团结一致, 坚守工作岗位,为盟市居民服务。 除此之外,华部服务中心执行长吴敬群和盛盖博古男女童俱乐部高级运营总监Evonne Nung 也代表非盈利机构感谢警销部门的服务贡献,并呼吁社区更多地利用他们的服务。 凤凰卫视连岸琴,洛杉矶报道。